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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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上述问题 直近的F11和幻影 2000年5月型战斗机 但是交付使用后 F11因为台湾潮湿的环境 导致电器转路 数架飞 及失控转毁 当年购买的150架F11 至今已经摔掉八架 而幻影2000年5月更是出现座舱节目的奇葩现象 导致大部分飞机无法使用 从越南和台湾的情况 不难看出 战斗机作为精密的作战装备 在热带海洋地区使用 会面临逐度困难 需要更加精心的维护保养 才能保证装备的可靠性 进而保证部队的战斗力 我国本次在南海各岛屿上 修建恒温机库和维护车间 就是有效保障 兼11B型战斗机 在南海岛屿长期驻扎的重要条件 通过恒温机库和维护车间的保养 肩负11即使在岛屿上部署 也同样可以保证和大陆部署相当的出勤率和作战效能 这样可以有效遏制南海周边国家的不良企图 同时也能有效遏制于外某些国家 企图借助航行自由 挑起事端的险恶用心 是我国巩固海防的重要举措 而肩11B等先进三代机进驻南海岛屿 可以有效扩大我军队南海的控制水平 更好的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